大家好,我是天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全境封鎖資料篇 終於我們剩下Echo了 今天來看看Echo的部分 不過因為它不能重新播放當時的狀況 然後地圖上點消掉我也找不到了 所以還是建議 如果有玩的話去找一下 現場看比這個一點點的文字說明還要好很多 那這邊是迎接世界末日的大型屋頂派對 那時候找到的時候他們還蠻瘋的 完全就不怕這個病毒 然後這個是協助復原工作的工人被聯合作戰部隊要求撤離 不滿他們所做的事白忙一場工人間開始打架 直到一名聯合作戰部隊人員開槍殺死了一名工人 訪談 瑞克瓦雷斯試著從聯合作戰部隊軍官那裡取得 關於暗區本質的意見 但不太順利 災難緊急應變署 D.E.R.A. 生病的男子在試著通過管制區時 試圖掩蓋他已受到感染的事 他和他的妻子被一名災難緊急應變署員工擋下 他立即注意到他生病了 一名聯合作戰部隊警官強制將他帶走 做進一步的評估 匈牙利燉肉 一群年輕平民圍著一桶 油桶火堆捲縮在一起 試圖在煮匈牙利燉肉時保持溫暖 一群進化者偶遇一位民眾集他的避難處 那個民眾因喘氣而咳嗽 進化者認為他受到感染 便一語不發的把他燒成灰燼 這個我好印象 那個 那個 民眾說他是那個 氣喘 然後給他看藥 但是進化者還是把他燒掉了 感覺我在那邊也會被燒掉 就算我沒有 我沒有感染 我會常常咳嗽 火堆 一輛進化者的垃圾車 阻擋在十字路口 一輛平民的車輛被進化者縱火焚燒 其他進化者在車內的平民活活燒死時 沉默的盯著那輛車 原爆點 在疾病爆發之間 之前一間 位於百老會商店內的珠寶店 疑似為病毒傳播的原爆點 受到感染的紙鈔透過交易而散布出去 這就是我們那個百老會 任務 搜集到的線索吧 供應鏈 災難緊急應變署人員 試圖將整個貨車的補給品卸下 但之後他們就遭到狂暴的暴徒伏擊 發電廠 拉瑞巴雷特 曾於發電廠處決一名 狩獵的聯合作戰部隊成員 之前與他短暫的交談 來星頓 一群聯合作戰部隊人質 被賴克斯邦殘忍的折磨 最後再予以殺害 原來克斯邦殘忍是最壞的 自從唱 一位遊民圍著一個燃燒的油桶 替手取暖 他們穿得很重 很厚重 儘管衣服破爛 還是一起合唱 在現場的話可以聽得到他們的歌神 一隻倖存者軍隊巡邏隊在住宅街上移動 用喇叭廣播宣稱這個區域現在在戒嚴令的管制之下 不遵守而然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或處死 抗議 兩位受女生組抗議群眾之中 他們都驚訝於這關意的安靜 直到有人對一排聯合作戰部隊丟瓶子 才讓群眾陷入混亂 好心人 一群好心人幫助一名女人抵擋 人本打算搶劫 她錢包的強盜 司法制裁 兩名警察剛駕駛 他們的巡邏車撞擊一位 捂著刀的瘋男人 那名男子實際上正在半空中 他只穿著他的內褲 一件披風 揮舞著刀 根本就瘋了 隔離牆 一群賴克斯幫在隔離牆的另外一段挑釁 幸存者軍隊 其中一名轉起來試圖翻牆過去 但立刻被巨擊手開槍射送頭部 我記得好像在哪個紀錄裡面 有看到講到那個 幸存者軍隊的 的 巨擊非常的厲害 賴克斯幫都害怕 幸存者軍隊的士兵正襲 及移動住宅建築 並強行驅逐住戶 其中一間公寓 努力抵抗 但換來以大屠殺做結 失蹤人口 一條放滿一排又一排 失帶的大巷子 其中一面牆上貼滿上千張 失蹤人口照片 有個人問了某個 跪在眾多屍體旁的男子 是否看到他的妻子 那名男子痛斥他的麻木不仁 因為他正在替他所哀的人哀悼 街頭藝人 一群街頭藝人在房滿的節慶期間 於地鐵樓梯間演奏音樂 打雪障 孩子們在住宅區的庭院裡打雪障 牧羊人 一群 一小群宗教團體 決定要冒著個人健康的風險 照顧一群生病的人 不知道他們後來怎麼樣 診所 一名護士試圖說服醫生拋棄病患 才能在萊克斯邦進入診所前逃走 診單程序 依存者軍隊正在警察局盤問一名警察 決定要怎麼處理囚犯 他們決定用手榴彈阻止所有在居留室的人 惡意接管 拉瑞巴雷特放火燒死 一名敵對幫派老大 不但展現了武力 也恐怖了他控制拉克斯邦的權力手段 喔 都在那個一個橋下的停車場 印象中怎樣 場面 那邊的場景看起來有點恐怖 捷徑 一名男子試圖用高難度的特技動作 來令他的女伴印象深刻 結果卻以失敗收場 呵呵 這都還滿好久的 工廠 進化者正在加工處理材料來製造固態汽油彈 之後就被用於執行對平民的戰略攻擊 叛變特工 聯合國 侵存者軍隊和國土戰略局 叛變特工正在攻擊聯合國 而安全理事會則已逃往大會廳後方的安全碉堡中 一名保鏢迫使最後一名不願拋棄其代表團的理事會成員 進入碉堡 該害保鏢在過程中犧牲 安全藏身處 一位第一波特工在移動聯合作戰部隊的藏身處中 蹲向保護一小群民眾 在赫斯邦正接近他們的所在地 該名特工試圖用無限電要求撤退 但被總部拒絕 挾持 一隊第一波的國土戰略局特工被倖存者軍隊俘虜 並正在受一名國土戰略局叛變特工的審問 直到那名叛遍特工失去耐心處決他們為止 行刑者 一名國土戰略局叛遍特工 在巷子裡發現一名男子 站在失去意識的女子旁邊 便冷血地處決了他 Why 這樣有什麼意義嗎 反擊 一位第一波叛遍特工 殺死一群用挖主機吊起一名 聯合作戰部隊士兵來處決他的賴克斯幫眾 之後該名特工離開 把那名聯合作戰部隊士兵交給命運處理 這個好像是我第一個找到關於叛遍特工的A口 能讓我那時候還不太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 覺得很傻眼 為什麼特工會這樣 邀請 亞倫基納闖入哥登阿莫斯特的實驗室 編取了所有研究資料 硬體和新病毒的樣本 他還留下了一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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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還是 最後他只有說我 只是最後那個證據 但是 到底這個犯人是 誰 是這個潛入的亞倫基納還是 就是 阿莫斯特本人 我就 到現在還沒搞清楚 如果有人看懂了 可以告訴我一下 艾波海樂賀 一群平民百姓被夾打在聯合作戰部隊 正報警察 和暴力日落者們的火線中 屁股所 一名女子在她朋友睡在附近時 把她生存子能當作日記 來寫入她的想法 這艾波又在生存子能上面留很多字的 討價還價 一名女子真打算用汽油與黑市商人交易時物不激品 五夜狂奔 一名女子和她的兩個同伴闖 闖入一座高層公寓 尋找物資之前 相互討論計劃 對峙 暗波海赫樂與國土戰略局叛編特工 亞倫基納不期而遇 有這件事情喔 我都忘了 奇蹟 快不死 儘管這一切已經發生 一名男子仍懷疑自己怎麼還活著 而是她從腦袋中萌生一種瘋狂的想法 一名男子決定要來測試她的懷疑 並施展信仰之樂 所以大家會一天有玩刺客 一名男子與一名女子正在討論現實的狀況 以及她們所目睹的事 這其實還蠻 雖然看起來好像她很蠢的 但是 最後找到這個 Echo的時候她的狀態顯示不明 偏偏有說她死了 所以說不定她真的可以 信仰之樂 劉海瑟 可是劉飛呢 劉飛姐姐姐還是妹妹 劉海瑟嘗試用其他東西換取食物 後來拿其他的吉他 為哈德森營地內涼難民演奏 劉海瑟慌忙的進入她的公寓大樓 因為意識到周圍有危險 兩名暴徒在劉海瑟公寓後方的巷子裡閒晃 一名從逃生門潛入屋內 我印象中劉海釋後來是安全的 麥可杜弗雷 被回報為失蹤人口的麥可杜弗雷 把藥品和補給品放入行李袋 準備要拿去與買家交易 麥可杜弗雷正要前往預定地點 卻遭到掃蕩的進化者 卻遇到掃蕩的進化者 好不容易避開才沒被發現 麥可杜弗雷以為只是一般交易 卻走入陷阱 因為有報名企圖綁架他 以拯救他們自己的同伴 朱迪沃爾特斯 朱迪沃爾特斯試圖不顧瑞克瓦雷斯的堅持 在威西克斯公司一邊穿上 一邊進入他的辦公室 心煩意亂的朱迪沃爾特斯 被教育開會之前 從他的電腦將敏感的公司資料 下載到USB隨身碟 朱迪沃爾特斯試圖說服 威爾克斯重新考慮 該公司只注重指標 而不將他們研究分享出去 但卻不成功 威爾克斯要保全試圖 扣留朱迪沃爾特斯 卻被鎮壓逃離大樓的他 用防狼噴霧攻擊 然後他出門口就被撞死 朱迪沃爾特斯被汽車撞擊身亡 目睹在一下人們皆震驚不已 有人則看到瑞克瓦雷斯 從他皮包散落一遍的東西 撿走了一隻USB隨身碟 艾利克斯斯官 一個為憂鬱症患者所開設的支援團體 在此混亂之際 仍繼續聚會 艾利克斯斯官的朋友們 不斷嘗試要與他聯繫 但一直沒有成功 在一陣憤怒後 心慌失措又難過的艾利克斯斯官 弄壞了他的手機 艾利克斯斯官發現坎多博士的公寓空無藝人 於是寫下最後一封信 印象中這個人最後在海邊彈鋼琴嗎 柏納德甘伯 在除掉其他倖存者軍隊的同伴後 柏納德甘伯將加密訊息傳送給聯合作戰部隊 然後這個柏納德甘伯之後被我們救了出來 貴族小隊 正在巡邏的貴族小隊介入了一場搶劫 並化解一場可能發生的暴力局面 到格薩頓離開貴族小隊前往偵查之際 其他成員卻被一群賴克斯邦中伏擊 賴克斯邦將貴族小隊全部消滅之後 到格薩頓現在是其成員中最後的倖存者 貴族小隊的成員最後倖存者已經發現 殺害其有的賴克斯邦在哪裡 貴族小隊的成員最後倖存者 寫下賴克斯邦的藏身處 試圖將俘虜拯救出來 然後最後貴族小隊就全滅了 那我們所有的資料都看完了 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喜歡分享出去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追蹤影片的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